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今天我想给大家 把我最近的一个理论研究汇报一下 就是想揭露一下中共的 企图征服世界的七大战略 过去几十年来 当文明社会普遍对中共寄以厚望 想方设法从各种角度改善于中共国的关系 希望中共能够弃恶从善 能够接受人类普世价值观 能够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 实际上中共一直恰恰相反 正像这个习近平、江泽民 还有胡锦涛时代 常常强调讨光养晦这四个字 什么叫讨光养晦 实际上就是要隐蔽自己的意图 伪装成一副要进入 接受人类文明的样子 然后欺骗国际社会 愚弄国际社会 最终很明显还是想征服国际社会 也就是说共产党人 从来没有放弃他们解放全世界 也就是农意全人类的梦想 所以说从毛泽东的解放全世界 到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际上都是一个模式 就是想要农意全世界 征服全世界 中共的这个 所以说呢 一直在向国际社会不宣而战 我这里面呢 今天呢 先从这个中共的这个剽窃战开始 中共这个伪装 一副这个好学生的样子 声称要向美国学习 向欧洲学习 但是他们学习了什么呢 他们实际上是在剽窃 他们不是认真学习 第一呢 他们不付学费 第二呢 他们剽窃西方文明的这个劳动成果 因为人类世界呢 最主要的财富呢 其实是知识产权 而不是别的 就是真正的财富 是人头脑里的知识 这个以及形成的能力 举个简单例来说吧 为什么这个少量的那么一点 英国人几十万或者几万英国人 然后跟德国人 从欧洲大陆迁徙到北美 仅仅花了到现在为止 也就大概三百年时间 就能够建立人类空前强大的一个国家呢 那是因为来的那些英国人 脑袋里面装载着 他们积累的这个人类文明 从古希腊到古罗马 以及到欧洲文明 都沉淀在这几万个英国人的脑海里 这些人来了以后呢 正好呢 北美呢 具有一望无垠的这个 这个土地 辽阔的土地 丰富的自然资源 而且呢 非常肥沃 一把平川 适合于发展农业 所以说呢 于是呢 这种文明就在美国呢 迅速强大起来 而在此之前呢 印第安人呢 头脑里没有这些英国人 脑袋里装有的这些东西 所以说呢 他们在这个地方 尽管在美洲大陆上 也已经奋斗了几千年 但主要还是相互厮杀 相互夺地盘 相互抢夺食物女人 没有真正的 就是说建立一种高度的 强大的文明 所以说人类文明的本质呢 其实 能概括起来说呢 就是知识产权 所以中共呢 也深知到这一点 因为呢 中共也好 苏共也好 实际上都是人类文明的寄生虫 它必须要盘富在 人类文明的肩膀上 我以前常常讲 为什么奥斯曼帝国能够崛起 尤其是沙俄帝国能够崛起呢 它就是剽窃 因为它是地理优势 它仅靠西方 它靠剽窃西方文明 来武装自己 从而呢 获得一种军事上的优势 就像沙俄呀 彼得大帝亲自到瑞典去学习 彼得大帝是第一个 这个东方间谍的利人 也就是说作为沙皇 他亲自化妆成一个普通传言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是剽窃 所以说呢 中共呢 在剽窃上面花的心血和精力 是非常多的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什么华为5G 华为手机 什么阿里巴巴 就是中国所有像样的产业 都是建立在 对美国知识产权剽窃的基础之上的 正如川普总统指出的 每年中共剽窃 美国的高达5000亿美元的知识产权 然后又赚了 利用不公平贸易赚了美国呢 每年高达这个将近5000亿美元的这个贸易顺差 所以剽窃呢 是中共的第一大战略 对人类文明的 对西方的 尤其是针对美国的 中共的第二大战略呢 应该就是这个贸易战了 很多人认为呢 好像贸易战是川普发动的 我在这里想纠正一下 所谓贸易战呢 其实它本质上呢 是中共始终在进行的 所谓贸易战就是 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 如果大家都信守条约 那就不会有争执 更不会有战斗 只有当有一方蓄意违反规则的时候 搞一些小动作的时候 比如说弄虚作假的时候 比如说表面上遵守规则 暗地的设置障碍 使得规则无法兑现的时候 这才是真正的贸易战的发动者 所以中共呢 实际上始终都是贸易战的发动者 比如说它第一操纵货币 因为我们都知道 人民币是完全中共操纵的一种工具 而不是一种随行就市的一种货币 所以说呢 中共始终在用货币杠杆 来进行不公平贸易 比如说它需要的时候可以抬高价格 它需要的时候可以压低价格 从而制造市场的不稳定 而在这种不稳定中 中共因为是四宣的 它是策划者 它可以从中余力 就像瑞幸咖啡样 它知道自己造假 而且它知道自己败露 它就干脆 首先把自己的股票抛售 靠取大量现金 坐任这个公司的股票 一落千丈 如果不是美国查出来了 它将来又可以用低价买进来 再炒作 一轮一轮的割韭菜 这样就是让整个世界都成为受害者 所以说贸易战 其实是中共一直在进行的 而且它通过价格补贴等等的手段 来实行贸易战 你比如说市场 正常的竞争的时候 双方都是势均力敌的 因为大家想价格再低一点都危险 想产品质量做得更好一点都麻烦 这时候如果有第三方加入 给易方说 我给你资金 你学价 比如说你们双方的生产成本大致 比如说都是一万美元 这辆车卖一万美元 OK 我现在给你提供一千美元的优惠 你能卖到九千美元 当然 人们都想贪便宜 全世界人都想贪便宜 OK 那你迅速的就把另一家厂房给打垮了 实际上 美国的工厂 美国的这个底特律 芝加哥 都是这样被这个不公平贸易价格补贴战 给被东方打垮了 当然 中国也扮演了其中一个重要的角色 当然在之前的日本韩国 其实也起了类似作用 因为日本的大企业 也是明理按理 接受政府的优惠性的贷款 还有其他的贸易补贴 当然中共在这方面呢 是最大的这个 失事者 也就是说在对西方 对美国实行贸易战方面 还有呢 比如说他阻止美国的进口 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 让美国的这个产品 不能够大量的进入中国 美国有大量便宜的东西 实际上美国的东西 长期以来一直 同等品质的产品 比中国价格要便宜得多 这是我在美国生活三年 最大的一个体会 就是美国价廉 美国商品价廉物美 但是呢 这些同样的东西 到了中国以后 价格一般都要翻上两三倍 然后第三个战略呢 就是宣传在 中共的大外宣人所种植 也就是说 现在中文世界 百分之九十九 都被中共控制 中共的购买一切 能够输出文字 能够创 也就是说 能够把文字作为产品的 那么一些机构 网络 然后呢 不断地宣传它的这个声音 这样呢 就导致呢 第一呢 中文世界 全世界中文世界里面 十几亿人呢 认为呢 这个中共的宣传 都是有道理的 就不知不觉当中 就是被洗脑 尤其是海外这个 几千万华人 很多都是受了 上了当 受了骗 成为中共的牺牲品 甚至成为中共的 这个 马前卒 替中共效力 为中共说话 所以说 中共的这个宣传战呢 是非常成功的 而且呢 它甚至能 都能影响到 像纽约时报 像这个华尔街日报 之前 世界上著名的报纸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提供大量的假消息 记者写一份东西 比如说 我现在做的这个媒体工作 我发现 我的一条信息感兴趣 我往往要去核实 我去核实的时候呢 我就要看 两家 三家的声音 我看了以后呢 我觉得这个消息靠谱 然后呢 我如果有机会呢 我再打电话核实 当然我现在 没有这个能力 不像这个报社一样 它有专业人员 它有薪水 我没有 但是他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呢 如果他们看到的 都是很多的声音 实际上都是中共不同的机构 放出来的声音 你比如说 最近大家所揭露的 美国的那个 香港的那个凤凰台 那个本身就是 不仅是中共的一个大外宣 而且呢 还是中共军方的大外宣 类似这样的机构 可以说 现在已经遍布全球 全世界所有的媒体 都或多或少 受到中共的这个侵袭 受到中共的这个伤害 比如说 我们所知道 在美国最大的华王报系 这个世界日报 那基本上是被中共渗透的 就是说购买了股权的报纸 我们更知道 在香港 除了苹果日报 几乎都被中共收买和控制 所以中共的这个宣传战呢 应该说呢 是相当成功的 弄得整个自由世界的人呢 都有点惶惑 因为关于中国的所有消息 人们都很难掌握真实的消息 不得不相信这些 中共控制的这些媒体的消息 因而给人类造成了大量的错觉 使得人类彷徨 使得很多人一一祸祸 以为共产党说的有道理 第四个呢 就是毒品战 很多人最近呢 就受这个病毒的困扰 都已经忘了 其实中共这些年 一直在向自由世界发动毒品战 中国已经一跃成为 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毒品大国 因为中国的这个病毒 kink粉 各种各样的这个化学的这个毒品呢 几乎垄断了全球的生产 因为它的成本最低 因为它的这个 其他国家呢 这些毒品的生产呢 这个代价呢 不仅是经济代价高 最主要是安全代价高 因为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呢 都是打击毒品生产的 严厉打击毒品生产的 因为毒品生产呢 你需要设备 那些设备耗电惊人 而且你的产品呢 是会受到督查 比如说最近美国就查到了 委内瑞拉 这个总统马杜罗一伙人 从事这个毒品提炼 最后找到了确凿的证据 所以马杜罗一伙投降了 但是呢中共 却是世界呢 已经成为主要的 这个毒品的提炼者 尤其 奋太尼 每年都能造成 几万美国人的伤亡 欧洲的伤亡 应该说比美国更多 中共呢 通过这个输出毒品呢 伤害了全世界 但是呢 自己获得了大量的金钱 他嘴里说 我们反毒反毒 但实际上 对那些毒品的制造者 奋太尼的大量的工厂组 做事不理 甚至暗地里 重用他们 认为他们是爱国者 因为他们在伤害人类 损害人类 但是你却为中共赚钱 所以 这个毒品战呢 也是非常可怕的 美国呢 川普总统也多次指责中共 但是中共呢 都是嘴上一套 暗地里一套 一直在进行毒品战 第五个呢 就是货币战 这个我前面讲到的 那个中共操纵货币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中共现在呢 据披露呢 就是中共已经造了 大概二十万亿美元的货币 然后呢 前几天呢 美国海关查获了四十五箱 来自中国的假币 虽然这个假币 整共的数额不大 但是你可以想象 他都敢向美元的制造者本土 也就是美国本土 去通过贸易的形式 伪装在货物里面 把美元寄到美国来 让美国的这个特工 或者其他的一些 就是想赚小便利的人使用 那么他向世界各地 去推销他的假美元 就是很自然的了 因为世界其他国家 多半还没有识别 假美元的能力 实际上为什么 这次查获的多半 都是一美元呢 因为这是试探性的 因为他这个一美元做的呢 几乎跟美国的 真的一美元 一模一样的 无法识别的 中共呢 其实呢 不仅仅进行这样的货币战 他还呢 另外还有半公开的货币战 比如说跟很多国家呢 绕开这个全球 用美元结算的 这种自然形成的体系 搞一种什么贸易互换 激利 竭尽全力的这个踏击 美元在全球性的 这个流通当中的主要地位 想方设法呢 用不法手段来抬高人民币 也就是说呢 强制性的使用 跟一些国家 进行人民币结汇 这种手段呢 实际上也是一种货币战 这种货币战呢 扰害了 扰乱了国际市场 使得很多国家 上当受骗 拥有大量人民币 结果呢 中共呢 随时可能放水 让人民币贬值 那么呢 这大量的 持有大量人民币的国家 商业机构 或者这个银行呢 就会成为受害者 因为他们不知不觉 他们的钱就贬值了 所以呢 中共在进行的这个货币战 而且这个货币呢 为什么我给它 那单列成一个战略呢 主要就是因为 中共已经准备了 可能高达 20万亿的假美元 来冲击国际市场 因为以中国 这么现在庞大的 剽窃了这么多 技术的国家 它实行 假美元战略的话呢 假欧元战略的话呢 是能够给世界 造成巨大的创伤的 然后呢 第六个就是众所周知的 病毒战 病毒战呢 应该说呢 现在是中共 是最先进的 因为根据这个中共 各方面披露的材料 都表明了 他们掌握了 至少127种冠状病毒 而且他们一再威胁 要打开潘朵拉的盒子 一再警告西方 不要忘了 911 所以说呢 这就说明 他们是早有预谋的 其实中共研究 化学武器呢 是几十年一贯的 在中越战争的时候呢 就经常使用化学武器 来实验 进行实验 然后呢 这场病毒战 应该是中共蓄谋的 关于病毒战呢 我们过去已经谈的太多 今天呢 就不做赘述 只是指出来 它是中共七大 征服世界战略当中的 重要一环 最后呢 我要谈到的呢 就是中共的这个腐败战 或者呢 好听一点的 就叫统战 众所周知 中共下属只有三个部门 一个叫组织部 就是查你组中八代 查你的一言一行 他雇用着大量的人 对你每个人进行调查筛选 从而选择 他认为中顺的农财 把这些人提拔到重要的岗位 而把其他人想方设法 排挤排斥 第二个呢 就是刚才我讲的那样 这个宣传战 叫宣传部 第三个部门就叫统战部 很多人对统战部都不明白怎么回事 统战部就是腐败战部 统战统战 就是统一战线 实际上就是间谍战 这个间谍战呢 它是全面的 比如说现在在美国 就起码有数以万计的中共间谍 指挥着大概另外几十万业余的 这个就是受到中共洗脑 支持中共的人 在收集着美国的这个情报 在想方设法盗窃美国的这个 知识产权和一些绝密的技术 一些大公司的一些最先进的研究成果 对欧洲对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统战呢 也可以说是间谍战 这也是中共的一个庞大的战略 这个战略呢 本身其实都可以作为一个体系 因为统战呢 它不光是我们所以为的这个 刚才我讲的剽窃盗窃 它还包括着 对这个西方上层人物的收买 也就是说呢 它见份插针 只要看到有这个 可能被收买的 就进行收买 比如说中共的这个 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 最成功的战略 就是收买了世界卫生组织 从它这个总干事 坦德赛开始 到整个组织都被中共收买了 尽管中共每年提供给世界 那个卫生组织的钱 只相当于一个零头 科威特的一个零头 不是美国的一个零头 美国付了那么多钱 中共只给一点点钱 但是中共暗地里 给的钱是非常多的 它通过贿赂 通过红包 收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主要官员 帮助它做掩护 使它能够对人类 成功地发动一场 伤亡巨大的病毒战 所以说中共的这个统战呢 就是包括间谍战呢 是一个非常这个 阴险狡诈 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呢 非常强大的部门 它对这个西方社会的这个伤害呢 其实呢 我们很多人都能够感觉得到 就像现在的这个病毒 可以想象 如果没有世界卫生组织的掩护的话 单靠中共自身扯谎 是很难说服国际社会的 因为 就比如说 为什么前不久那个台湾 能够在这个中国周边当中 能够幸存呢 就是因为他们不是 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 所以呢 它不受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约束 而其他国家呢 太多相信世界卫生组织 所以上当受骗 好 今天呢 就揭露了中共征服世界的七大战略 好 谢谢您的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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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的收看